李克强总理和夫人程鸿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时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忠来等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 礼兵沿红地毯两侧列队行驻墓礼 向李克强总理夫妇致敬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慧康 驻东盟大使徐步也到机场迎接 李克强的陪同人员也同机抵达 李克强表示 中国和东盟国家命运相细 利益相容 情感相依 东盟将正式建成共同体 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我期待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 凝聚合作共识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良好局面 打造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级 李克强指出 中马布林